哈囉,各位釣魚同學,大家好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 一些汙染的事情,跟這個物累積放大作用 那因為前幾天就是 在社團裡面有看到有人去釣 有人問說,啊你真的那麼多魚,你真的還釣 然後對方就說他在擠水溪釣 那其實這個讓我想到一個事件 就是早在這個很久以前 擠水漆類曾經發生過一些比較嚴重的汙染復健 那他也算是這個全台灣 在我以前求學的過程當中 就是有去看過這個這一條河川 那當時這一條河川讓我非常訝異的是 他的這個汙染的程度類 我覺得是非常可怕 那他位於這個南部 南部的河川裡面 也算是南部汙染 突然算嚴重的河川 那我看到這位釣友在那邊釣 然後人家問說他還釣 那他說他在擠水溪裡面釣 所以他感覺說這個水應該是蠻乾淨的 其實是很多原因 會讓你產生錯覺 那在台灣裡面 台灣裡面有許多河川都是非常有名的汙染 像這個南坎西 南坎西其實咧 他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河川 汙染非常嚴重的河川 他除了有家庭沸水之外 那還有工業沸水 所以這一條河川幾乎長年咧 他的水的顏色都非常不正常 因為他也算是汙水處理也算是蠻低的一個河川 所以雷大部分的家庭費水 還有這個工業費水就排放到這條河川裡面去 所以導致說這條河川顏色也非常特別 這個在以前我在十幾年前咧 就曾經上去釣的時候看到這種形象 是真的是不知道怎麼釣 以前他可能覺得這個河川還OK啦 就是有魚就好了 但是後來想一想 自己所學的 其實就是 就是跟這個相關性的 所以去了解之後咧 發現到說 這一條河川咧 其實咧就是 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是無難 那當然政府這幾年啦 也有在激情的改善啦 但一條河川如果要改善到一個 良好的等級的話 其實需要一長很段很長很長 一段時間啦 破案很簡單啦 但是要要恢復很困難 第二條咧 我在這陣子裡面咧 像這個烏尾溪 烏尾溪也算是污染蠻嚴重的 它在雲林嘛 那這一條溪的話其實是 主要是因為雲林它是 有序葉比較發展 所以咧 這一條溪主要是有序葉的這個 烏尾溫 所以它的含氮比咧 非常非常高 所以導致咧 好像這個 下游咧 也這個烏尾 也實際嚴重 那再來的話咧 第三個 激水溪 激水溪事件呢 有名咧 其實是因為它 它因為當時烏尾 嚴重的結果 造成 台灣第一條 水無法 的這個產生 我記得啦 那 水無法的產生咧 致電也是因為激水溪 所以可見激水溪的烏尾 是非常難怕的 那再來是第四個 二人溪 二人溪最有名的事件 各位 釣友同學應該知道 它早在這個 蘋果70年代的時候咧 應該發生過 一個最有名的 叫做綠牟莉事件 那這個綠牟莉事件 嚴重的衝擊到這個 牟莉業者 主要是因為是 銅的污染事件 這到時候再講 那這些溪流的話咧 為什麼會讓你產生錯覺 尤其是在很多人 會在這個出海口地方釣 其實出海口地方咧 其實所謂什麼 生物能量還是最高的一個區塊 在這地方咧 非常多的這個 非常多的這個生物的 我媽 在這個地方咧 它生物的能量咧 非常非常高 那包含了一些這個 一些這種生攤者消費者咧 也是比例種類也非常多 那相對來講 因為在河流的出海口 屋馬屋更加累積更加嚴重 那常常就是 因為有海水來長退潮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這些東西咧 應該就會消失或成降 其實咧 大部分人的觀念咧 就是 都是錯的 這些物質咧 其實包含這些 重金屬裡面的物質 包括我們常常看到的 像頭 孔孔 還有這個 切子 它到了海水之後咧 它會跟海水裡面的一些離子 產生了 所謂的這個 沉降作用 可能這些 孔離子 牙孔離子 或什麼都會遇到這個 或是千離子 它其實遇到了這個 海水孔的濾離子之後咧 它其實會產生成降作用 但是咧 別忘了 它孔裡面咧 其實它有 不同加速的孔 也有不同加速的孔 那這種孔錯誤 化物裡面 它可能 有可能會跟海水形成 你看不到的 可溶性的這個錯誤 那這種可溶性的錯誤的話咧 它會融在海水裡面 那伴隨的生物片咧 慢慢快速的進入了這個 不同的物種裡面去 就是不同的這個 這個現象 那所以咧 有一些東西 它當然會產生在底下的淤泥 那當然底下 底漆性的魚類 或底漆性的浮遊類 底漆性的這個生物 吃了之後咧 可能再經流其他生物類 一直往上 就會產生所謂 就會產生生物 在生物裡面 就會產生生物累積 然後再進入 然後再進入 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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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生物累積的結果咧 到了我們這個 不同的食物鏈裡面 經過不同的食物鏈 越高級的消費者 經由這個 所有的生物發展 放大作用 經由生物發展作用之後咧 它就會產生了 這個 不同的肚子累積 當然越高級 消費者肚子累積越高 那你會想說咧 那為什麼我可能吃了這個 荷磚或這個茶 為什麼我 這幾年都沒有怎麼樣 其實有一些發病 並不是幾年 就可以產生症狀 這個發病咧 它可能是從生體 而且不會 慢慢 慢慢 開始 因為我們不會很痛 我們不會 整個異變 都可能 甚至輕微的話 可能就會藏起來 比如說 腳痠 疲憊 疲勞 火吐 什麼現象 這些比較輕症 慢慢才會演變到 比較重症 所以 早在日本 日本咧 他們為什麼 這幾年 他們這個公安時間 非常非常非常 因為日本的他們 只有得到一個教訓 他們在早期咧 在 他們的工業革命的時候咧 為了這個經濟起飛 所以他們犧牲了非常多的這個 環境的生態 最有名的案件 葛 葛的重物事件 還有這個 水與病 水與病就有趁之文貓武症 早期是在這個水與這個 城市裡面所發現到 那這個城市裡面咧 早期咧 就是 一開始症狀是出現在毛身上 那 毛咧 就是 會全身抽搐 然後咧 會全身抖動 然後咧 就自殺 所以咧 跳到海裡面自殺 那這個現象咧 被當時人發現 所以當成成沉醇自殺 可是當時人不以為 以後來這個症狀轉移到人身上 人身上 開始產生 也不見神經死亡 或者是 那個密死亡 神經 那樣 神經衰弱 什麼之類的 甚至起病 真死亡 就是 慢慢產產生 才偵察到說 原來 這個是一個公安事件 就是 狗 所造成的 那在台灣裡面咧 還有其他的公安事件 其實台灣也有隔離事件 在 應該我記得是在桃園 桃園的這個 隔離事件 那當時因為有日本的先例 所以我們當時處理的這個過程 算是還滿大 但是咧 像那個 烏角兵 烏角兵 其實是聖 聖狀 聖狀 那聖的話咧 這個也是 當時我記得是在水井裡面 就是 水源被捕囊 所以很多啦 所以很多人就不以為意說 認為說 這個 工廠排放五水 排放那條水算 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你要想到一個概念就是 就是 最後河川 都是丟到大海裡面去 大海咧 這個河碎 它是不是咻碎 會碎得一樣的咻碎 所以這些污染物咧 會隨著這個海流咧 帶來帶去 所以呢 這幾年來咧 這個環境污染的應付 一個嚴重 那很多人咧 每次咧 只要我們去這條河川 或這個海域掉 很多人問說咧 這邊的魚可不可以吃 其實魚可不可以吃咧 你需要去觀察 去判斷 我們需要自己去判斷 因為你光靠檢測的話咧 不見得是準確的 因為有時候檢測 它只是抽氧性的檢測 可能有一部分 會抽到 健康的 有部分抽到污染的 那還有檢測標準 也不一樣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咧 在這個 當然大家吃魚 是比較喜歡吃到健康的 而且你在市場上買的魚 你也不知道 不見得知道它的來源 所以是問題所在 所以咧 我們就是需要去 累積一個相關性的知識 去我們釣魚比較判斷 當然自己釣的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釣 長期在那釣 你應該是可以判斷出來 從那邊的水域是否 乾淨 像八十七 八十七的水域 但是大雨過後 看起來絕對是乾淨 好 因為大部分的垃圾 整個衝刷掉 之類 在大雨過後 幾天再去看看 好 那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也有釣魚跟我們講說 在那邊那個八十七的魚 所以他吃了一二十年都沒事 好 那一二十年沒事 那是 可能是你身體很健康 所以你吃一吃了 一直頂流變成健康了 但是咧 如果你是健康了 你可能吃一吃了 就變得不健康了 所以不是很建議去 食用那邊的 雖然那種吃起來 味道感覺不會差 但是咧 因為畢竟這種重金屬 這些污染 有些污染它是無色無味 根本就吃不出來 用嘴巴來判斷 嘴巴判斷了 有土味什麼的 那可能是跟一些 微生物水中的寒淡 微生物有關的 那我們台灣 一般在檢測的時候 檢測水污染 檢測寒淡 用兩量啊 BOT 這些之類的 像日本他們檢測水 我之前 幾年前嘛 我去日本的這個沖繩 那因為當時事件的關係 所以我就在日本 我就在 去之前其實有做過課 發現到了 日本的這個河溝 河溝 它竟然有這個 一個檢測書 那些檢測書上面 都有列舉說 該條河川有什麼餘類 然後該條河川的 這個一些 重金屬含量比 還有該條河川的這些 來源 就是它的水源的來源 然後它有哪些 污染 事件 然後它有沒有建議 甚至 它還把這個 裡面的一些相關性的 這個生物的累積啊 什麼數量 都會公告出來 所以是一個 非常詳細的報告 幾乎它每一條都有 所以我那時候非常 壓抑 哇怎麼可以做到這麼 什麼 代表說它們都在檢控 然後到了那個 該地調 發現它們的告示牌 也有些 一些相關性的東西 就是告示牌 告訴你說這邊的宇宙 有哪些宇宙 然後它有一些 它的這個 一些 好簡單的 污染的 或者是 什麼情況 都有列舉 那在台灣 往往就是 告示牌 就是說 可能都告訴你 嘴聲不一起 禁止 有沒有 有沒有 很簡單就是這樣講 比較少有這種 告示牌 告示什麼 一些相關性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 日本官是一個 在做這個 水路欄方面 做的一個 非常透徹的 因為他們 可能已經 接受到一些 相關性的教訓 對他們之所以 他們 去思考 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然後讓他們的生活環境 跟 跟他們自己的 生活 還有這個工業之間 也不會造成 互相的衝擊 所以 我覺得 一些相關性 當然台灣這幾年 也有相關性的 河川整治 像我們所收集的 淡水河 淡水河 跟這個 高雄的愛河 其實政府 這幾年都大力的去整治他 所以 也慢慢的 有改善了 但是 如果說他真的要恢復到以前的狀態 幾乎是不太可能 畢竟 我們人口 是在 增長 而且 污染也是在增長 那 可能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垃圾 垃圾 像一些 塑膠類的東西 他可能經過河川之後 衝擊之後 可能變成 塑膠碎片 那一般來的 定義塑膠碎片 可能是在懸浮為例 就是 5mm 5mm以下 他把它定義成這個 塑膠懸浮為例 甚至更小 1mm 那這種碎片 因為進入了 魚的這個 腸道裡面 或者是一些 無脊椎動物的 消化系統裡面 的時候 他可能 就存在在他裡面 可能會導致說 他的一些 病變 因為這些塑膠碎片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有 有害的物質 甚至有一些 微生物 甚至有一些 病原菌 潛伏在其中 那我們人 其實 目前就目前來講 其實對人的衝擊 還講沒有很大 因為我們人在吃 這些動物的時候 會把它內臟給拿掉 所以其實衝擊不大 但是你要想 如果一長期來看的話 這些物質 可能就慢慢的 轉換成它 體內的一部分 那到時候 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會慢慢 在我們體內臟 所以這也是一個物質 所以每當這個 下完大雨之後 還去河邊看 上 中上游的 和床會變得很大近 那你會想說 垃圾到那裡去 不妨到下游去看看 你會發現到 在出外的地方 會突擊 非常非常多的垃圾 這個就是 一個生態的一個 杯葛啦 在 問別人說 雨能不能吃之前 不妨去思考一下 周遭 我們所釣魚的周遭環境 因為 很多人就問 之前很多人就問說 現集合到能不能吃 其實 我一直在跟各位強調 就是 也有拍給你們看 所以 認為能吃的 可能還是繼續吃 那 如果說 你覺得 這個 影片讓你有請記到 那是否 就應該停止 這樣 會比較好 今天就講到這邊吧 那我們下部再見 拜拜